全红蝉承认想过放弃 陈若林找到他丢惯原因 陈玉希教练摊牌发声 巴黎奥运会日益临近 国内体育迷对于中国体坛的动态十分关注 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游望冲金的项目 今日国内媒体对于这些重点参赛球员进行了独家采访 并且形成了纪录片 那么中国跳水梦支队的全红蝉和陈玉希支队家喻户晓的跳水双子星 也在采访范围内 毕竟两人目前在中国体坛具备强大影响力 东京奥运会时 15岁全红蝉在女子单人十米跳台 多次上演水花消失术斩获十米跳台冠军后 在国内体坛一夜爆火 全红蝉的爆火不仅是因为它有着精湛的技术 全红蝉简单干净朴素的性格更是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 全红蝉的受到身体发育大观以及更换分管教练的影响 状态出现明显的起伏 而全红蝉的对手也是队友的陈玉希 却表现十分出色 陈玉希其实成名比全红蝉更早一些 自小接受了专业的跳水训练 受到多位名师指点 基本功更为扎实 巴黎奥运周期多次斩获世界大赛冠军 如今世界排名反超全红蝉 尤其是在来到奥运年后 陈玉希竞技状态出色 连续两次世界大赛击败全红蝉 早在全红蝉夺得东京奥运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冠军时 国平民宿邓亚平就用出声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全红蝉 难道全红蝉真的应验了吗 粉丝把全红蝉表现不佳的矛头直指陈若林 然而近日央视播出的跳水姐妹纪录片 将这些谜题已经一一解开 根据纪录片的报道 全红蝉在巴黎奥运周期身高长了7厘米 体重增加了12斤 全红蝉做动作也没有那么轻松 陈若林同时还表示 自己有时候因为全红蝉的问题睡不着 随着比赛输得越来越多 全红蝉亲自承认当时也想过要放弃 那么全红蝉多次丢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首先全红蝉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导致全红蝉动作质量下降 207C动作不够稳定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一动作出现问题 甚至一跳就能和陈玉希差出将近20分 如果动作做好就能拿冠军 做不好直接无援冠军 另外全红蝉关注度非常高 导致全红蝉预赛发挥出色 但是决赛非常紧张 压力大 心态方面出现问题 在采访中 陈玉希的分管教练于晓玲也摊牌发声 于晓玲表示 陈玉希在后番方面很有天赋 非常稳定 所以207C动作非常完成都非常利索 巴黎奥运会即将就要到来 如今陈玉希的状态显然好于全红蝉 不过在大赛上全红蝉有一颗强大心脏 究竟全红蝉能够未免 还是陈玉希成为新科奥运冠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非要说哪一次的神仙打架最为精彩 我的结论是华山论剑 2021年全运会跳水阵容里面 集结了四位奥运冠军 两位世界大赛冠军 其夺冠难度丝毫不亚于奥运会 尤其是选手们接二连三的水花消失数 看得观众们目不暇接 话不多说 接下来看看他们精彩的表现吧 首先登场的是张家琪 上一届全运会便夺得金牌的他再度鞋 也是本次全运会最热门的夺冠选手之一 看看他这次能带来什么样的表现 向前三周半躯体的动作 漂亮漂亮 漂亮 无愧为上一届的金牌得主 第一轮直接上演水花消失数 还探别出了81的高分 接下来上场的是陈玉希 05年出生的他在13岁的时候 便收获了自己首的全国冠军 看看他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感情 漂亮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动作 整个过程无可挑剔 最后同样收获了81分 紧接着出场的是全红柴 这位在东京奥运会 一炮而红的年轻小将 曾获得跳水薄厚 郭晶晶的高度称赞 期待他今天的表现 完美一跳 经典的水花消失数 果然看全红柴跳水 就是赏心悦目 裁判也给出了81的高分 第一轮比赛结束 张家琪 陈玉希 全红柴三位选手并列第一 首轮比赛就如此激烈 估计后面的比赛更是百年不易 随后第二轮开始 三位选手选择的都是407C 首先是张家琪 又是完美的一跳 刚度过成长期的她 还能带来如此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 裁判直接给出了80C 随后出场的是陈玉希 不知道她会做出如何回应 哇 太优秀了 这又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 肯定要高于80C 非常漂亮 相当稳定的发挥 从起跳到落水 整个过程游刃有余 获得了86.4的高速 紧接着出场的是全红柴 她能否带来更好的表现 水花仍然控制的还不错 这一跳还是不错的 整体动作没啥问题 就是入水处理的有一点瑕疵 但不影响她拿下80分的高速 两轮结束陈玉希领先 6.4分暂居第一 张家琪跟全红柴并列第二 如此小的分差根本无法预料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金牌得主 后面的比赛将更加精彩 第三轮张家琪带来的是207C 这个世界性难题的动作 总是能给选手带来很多亏 看看她是怎么处理的 很可惜这一跳还是出现了失误 落水的时候动作没有调整好 掀起了不少的水花 裁探只给出了66本 也是三轮以来的最低分 随后是陈玉希的626C 目前领先的她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 又是非常完美的一跳 连续三轮都能保持自己的状态 误得不说陈玉希实在是太稳 再次获得了87.45高分 紧接着是全红缠的207C 曾经多次在这个动作上失误的她 今天能否克服这个困难 还不错 整体动作是相当标准的 只是最后的水花没处理好 裁探给出了74.25 目前三轮结束 陈玉希凭借稳定的发挥位列第一 全红缠张家琪分别排名第三第四 最后两轮可谓是至关重要 将决定着最终的冠军归属 首先是张家琪的6243D 难度系数3.2 很棒啊 这又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 漂亮 上一轮失误后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其实力毋庸置疑 再次获得了83.2的高分 紧接着是陈玉希的207C 看看她是如何处理这个动作 上中下的不同理解 陈玉希 果然三个人都在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 陈玉希落水的时候身体没有控制好 带起了不少水滑 裁探只给出了72.6个 随后出场的是全红缠 动作6243D 看她这一轮能否完成反超 漂亮 太棒了 经典重现 水滑消失 短短8的字就代表了她的实力 裁探给出了92.8的高分 也是目前为止第一个超过90的分数 跳完之后的小禅宝也是非常开心 四轮结束全红缠成功反超至第一 以0.6的分差领先陈玉希 张佳琪排到了第四名 最后一局定胜 三人选择的都是5253B共度 看张佳琪最后一轮发挥如何 我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 这一跳也是保持了自己的水准 就是很可惜吴远本次大赛的精彩 最后一跳获得了75.2 总比分来到385.4 随后轮到陈玉希 这一跳关乎她自己能广达到冠军 相信她也是压力很大 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发挥 这个动作在半决赛里面跳了8059分 太遗憾了 这个发挥在自己水平之下 终究是没能顶住压力调整状态 只收获了72分 基本确定是跟冠军无缘了 在后台收到了来自张佳琪的安慰 接下来全红缠最后一跳 5253D 太轻了 没有问题 这个动作肯定是要到90分了 完美一跳 每次都以水花消失数收尾了她 这次也毫不例外 现场的观众也是感叹不厌 全红缠这最后一跳收获了91.2的高分 最后以419.25分排名第一 这场比赛真是神仙打架 清掉绝伦 大家对于这三位选手的表现有没有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